该不会今天民房关我什么事啊 要结束了吧 没有我们下一个是民房关我什么误 对不起 这个千万不要剪掉 让大家知道萌萌我多难笑 不要把我关在开拓 我太丢了 大家好我是卧槽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 前几集啊 我们都在谈物资准备跟避难路线的准备 或者是避难路线的选择等等的 然后也邀请到公民行动指南的主编阿展 也就是我们的防灾室来上节目 跟大家聊防灾室的培训课程 那前面从物资准备啊 到逃生避难 我们已经聊了很多 但大家听到这边不知道 有没有觉得好像少了一些什么 好像有什么事情很重要 但目前为止还没聊到 对其实我们在关心这个民房 那尤其是面对战争 我们可能要做个准备的时候 常常分几个点啦 一个就是会跟大家讲说 你可能需要有知识上的准备 你要知道相关的知识 然后呢再来你要做物资上的准备 因为你要准备避难的物资嘛 物资上的准备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 也许你要更进一步 要做技能上的准备 像比如说什么呢 你可能要学习 稍微锻炼自己的体能啊 或者是说 你可能会学习一些急救啊 一些相关的知识等等的 还有一个我觉得 其实大家也都很少谈的一个层面 是心理层面上的这个准备 那所以当我们遇到 重大灾难的时候 尤其是如果你过去 没有相关的经验 那你可能会受到惊吓 那当下可能会愣住 不知道如何是好 重大灾难 尤其是战争这样的形态 就是因为它的严重程度 它的灾难的强度 是超过我们平常的经验 所以当我们碰到一个 我们过去没有应对的经验 的一事件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慌住 就因此没有办法去做出 正确的判断 或是及时的反应 多数生活在台湾的大家 可能对于不管是 防灾啊灾难啊 或者是战争这类的 都不太会有经验 最好也是没有经验比较好 我觉得台湾其实算比较特别 因为台湾的这个地理位置的特性 所以其实我们 像看我们看那种Discovery 那种电视 但也看到什么 其他国家有些可能发生战争 当然有可能是一些天灾事故 然后有些受难者的这些经验谈论 重大风灾啊 淹水啊 但是台湾其实说实在也是有 因为台湾的地理位置的关系 我们本来就很多什么台风啊 地震啊 或是我不知道中国离我们那么近 算不算也是一种天灾 是啊是一种天灾 对只是这个火灾最近还没有爆发 但是台湾过去的这些经历地震 比如说比较早一点的 921 921也蛮早的 1929年 对那比较近期的时候 当然也很多地震 或是说像八八风灾 或是一些 好像再更近期 像台北大支的什么防务倒塌 但就算只有那栋防务的人受到影响 但是其实对亲身经历这些事件的人 他们内心的受创 或当下的时候 因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件 他们也许原本知道说 我如果碰到灾难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准备 或是他有些基础的知识 但是因为没有在心里这样演练过 或是对这些东西 他没有真的去接受 所以他当下即使有知识 也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那他们事后有可能会因为 因为他们经历了这些事件 而受到心理创伤 当下虽然不会因为灾害的本身 这个物理上身体的受伤 但是事后却因为这些事件 造成的心理创伤 那一样会造成就是长久 我们讲生病或是受到这个伤害这样子 因为刚刚聊到921地震 那921地震其实是1999年发生的 到现在已经24年了这样子 可能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 都还没有出生之类的 那事实上啊 这个921地震之后 台湾有蛮多这个法规上面的变革 那如果比如说 大家有关心建筑法规啦 或者是等等的 有在关心建筑法规 建筑法规蛮重要的 比如说我今天上楼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个电梯的使用执照 差不多快要过期了 那这种事情是很重要的 大家要关心一下 对对对有道理 对好 就是说有在关心建筑法规的话 就会知道921地震之后 房子的这个规则做了很多改变 比如说内政部就修订了 建筑技术的规则 强化建筑物的耐震规格等等 或者是政府就制定了 灾害防救防 也就是灾防防 那现在的救灾指挥体系 其实都是921之后建立的 对所以其实像刚刚那个 雪莉提到这些东西 也跟民方也有蛮大的关系 因为像我们过去 为了防灾而建立的 这些制度和体系 在发生灾难之外 那战争 你可以把战争 想像一种更复杂的大型灾难 其实可能也会派上用场 像那种防灾指挥体系 或是说我们强化 我们建筑物的这些强度 可能都会在战争的时候 派上意外的用场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比较差异 就是我们可能还没有去做的 就是说 或者做的还不够 像一样20几年前的时候 心理卫生 就是刚提到对于心理准备 这样的概念 也还没有很普及 那当然921之后 各种因为大型灾难 然后造成很多受难者 受难家属 甚至你只是旁观者 造成的一些心理创伤问题 大家开始觉得 我们应该要注意相关的事情 并不是真的只有实际 好像说财产 受到损失的人 才是受害者 很多人其实是心理的受伤 那应该要被伤炮的 take care或治愈 所以那这回国台 如果是战争的话 我们把战争 视为一种受难灾难的话 当然也要注意 战争可能对人 造成什么样的心理影响 不知道大家今天 有没有觉得 这个萌萌讲心理相关的事情 特别的兴奋 因为其实 特别的兴奋 就是只有 大家想说 你只有跟平常一样而已 真的吗 我觉得我今天比较 讲话比较温柔 想说你今天有进入 这个专业的模式 好就是其实萌萌 是这个心理系跟心理所 对不对 在心理领域待了很久 不要来查我的论文 好紧张 你的论文是英文 其实大家可能也不是 太多细节了 总之呢就是 因为萌萌是 心理系的毕业的 那我们今天就请他 多聊一点这个 如果不幸发生战争 心理调试相关的东西 虽然毕业 应该有一段时间了 这么好说 这偷漏年龄 年龄应该也不是 什么秘密这样子 好啦 那所以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就会请萌萌 多跟大家聊一些 这个心理相关的事情 就我还记得的部分 跟大家分享 谢谢 那因为沃草出版 公民行动指南之后 陆续办了 蛮多场的座谈 那其实其中好像蛮多场 就是请萌萌邀了一些 临床心理师来分享 面对战争 或是重大灾难的时候 心理层面的自我帮助 跟帮助他人这样子 对那有一些 教导平民 应对战争的书籍 好像比较少 谈到这个部分 对那沃草应该是 蛮早开始关注 这个层面的媒体 对因为其实现在有 蛮多团体 都有在做一些像 广义的一些 民房相关的课程 当然就像我们刚前面 所提到的 知识相关的准备 物资相关的准备 技能相关的准备 这些都很重要 但是我们 因为也是我们 所学的题目的关系吧 所以我们也蛮早 算是最早提出来 就是在心理上 其实要先提前做好 相关的因应 做好准备 这个议题丢出来 做出一些市场区隔的地方 而且也算是 沃草花了蛮多场的力气 在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今年3月跟7月的时候 都有邀到心理师来聊 重大战争与灾难下的 心理急救 如何自助及助人 另外一场是比较谈亲子的 对那这两场 其实沃草的记者 都写成报道 那听有可以看一下 资讯栏的连结 我们把相关的报道 都放在连结里面 对所以大家如果 除了今天我们讲的内容之外 还对相关的细节 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看沃草的报道 我们想要谈这个题目 也是想知道 就是说一般大家都是 教大家说 我如何物理上的活下来 那当然这个事情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物理上 没有活下来 当然谎论 你的心理健康的部分 但是我们想要做 就更多的话 就是好 如果你除了活下来之外 你要学习 如果是好好的活下来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前面 有提到通常大型灾难 比如说像九二一啊等等 那你受灾的民众 你有办法从这个伤痛中复原 其实很重要是要看 每个人要怎么样去运用 自己原本就有的 一定的自我疗愈能力 那当然就是 可能在重大的情境之下 因为大量的压力 然后非常突发的事件 你可能就算自己有 可能也够 你可能会需要外力 专业的人员 医疗 专业的人帮忙协助 那当然这种是 比较单次性的重大伤害 重大灾难是一种状况 还有一种是 比较慢性的灾难 但这很不幸 比如类似像乌克兰人的状况 像比如说长期 受到俄罗斯入侵 现在超过一年半 一年八个月了 那你可能就要学习 像乌克兰人 也许就要学习 如何把这样的一个战争生活 当作新的常态 然后学习 如何跟这样的灾难共处 所以面对这种各种的可能性 你的心理如何挑适 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好奇的事情是 比如说战争对人的心理层面 带来的 我们直觉可能想到的影响 大概就是焦虑啊 或者是持续的 有一些心理上面的不安 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从人类的心理 一般的那种预设词 去思考出发 大家可以想象 为什么会感到焦虑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人 在一个人类 共同组成的一个社会之中 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 预设的常态 比如说我预设 我走在路上 那个旁边在马路上的车子 虽然离物很近 但他不会直接就转弯 开过来撞 糟糕 大多数的情况不会 在台湾多数的情况 可能不会 你也不会担心走一走 就是路边就有人拿道端看 或者是大家都会 基本上预设 就是人和人之间彼此 是不会互相伤害的 会有一个既定的社会规范 我想到一个例子 很多人说 就是台湾自然好的 其中一个判断就是 会有人在星巴克 用手机占位置 对 用手机 用笔电占位置 但不是每个地方都这样 等一下 但是我要举个反例 你可以用手机和电脑站位置 但不能用蛋饼 蛋饼会被偷吗 但不能用什么 用雨伞或安全帽 这样的位置 还有抹布 机车的抹布 从人被偷 单价低于200块 的话就会被偷 超过了你就可以放心 等一下怎么会讲到这里 就讲到说 日常生活的常态 可能会因为战争而改变 大家会对于 日常生活的常态 有一个很强的 你可以讲是信任 或是你的对于生活 理解的一个叫基模 就是一个schema 一个基础的 它应该会怎么样 发生事情的样态 那重大灾难 或是甚至战争 它的特点就是说 它超乎你的经验范围 它是不可知 不可预测 然后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 甚至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结束 如果是战争的话 你会想说 我在的空间 会不会被攻击 我需要逃到哪里 那甚至更大的 台湾作为一个社会 能够守住吗 作为一个国家 那如果你不知道 这些相关的知识 比如说你不知道 台湾的防守能量在哪里 或是说你不知道 如果战争开始的时候 你个人会不会有危险 你要如何去减少 你可能会发生的危险 你如果对这些东西 完全没有概念 完全没有相关的 这个know how的话 你当然会无所事种害怕 因为我不知道 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可以做些什么 那你就会有那种 就是无力感 因为你不知道 你可以自己做 那当然像 我们之前找来的一个 专家杨贤清心理师 他有分享 乌克兰的一个 研究的经验 他们也提到说 像乌克兰的很多人 其实遭到俄罗斯入侵之后 他们很多人的感受 这个用字很特别 叫做他们感到的是 被背叛 那我觉得这种 你可以想想看 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 在台湾 因为他从乌克兰人 感受到被背叛的原因 是因为 俄罗斯人其实 常常在强调说 俄罗斯跟乌克兰两国 是同文同种 都是斯拉夫人 大俄罗斯文化 而且其实 实际上来讲 两个国家 俄罗斯乌克兰的人民 彼此的互动往来 也是非常密切的 那所以当他们发现说 哇原来我过去认知的 这个价值观 过去认知 以为的事实 和现实有这么大的差异 俄罗斯居然 自己用武力来攻打我之后 他的这个心理上的冲击 他的价值观的扭曲会非常大 所以那个感受到被背叛 而形成的心理创伤 是这样的 刚刚整个故事 听起来非常deja vu 就是在台湾 可能也有 类似的情况 如果中国真的侵略台湾 可能也有一些人 也会觉得遭到背叛 对 因为有些人其实好像 对中国文化跟国族认同的 情感都一直蛮复杂的 那甚至有一些 住在台湾的人 我不想称之为台湾人 住在台湾的人 会赞扬说 中国很强大 进步啊 支付宝真棒啊 之类的 那甚至会把中国崛起 看成是华人世界的骄傲 台湾也跟着沾光 我们这个华人强起来 之类的 对那这些人可能会原本觉得 中国的军事武力矛盾 应该是对准日本 或者是美国 或者是这些西方坏分子 之类的 帝国主义 之类的 那如果中国真的对 台湾侵略的话 我其实不太确定 你觉得他们会觉得 失落或被背叛吗 所以我觉得这样 要回到心理学来讲 就是这个某些程度 他刚刚那个学弟 所提到的那些想法 某一些程度呢 他也表现出一种 人类的自我保护的因子 为什么呢 比如说如果 当我们看到 中国是一个对台湾 有想要侵略 想要占领我们的一个国家 或一个霸权 或一个地区 当我们发现说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可以怎么阻止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 让我好过一点 那比如大家都知道 有这个前提之后 那有些人可能觉得 所以我要学习相关知识 我要做好准备 这样如果战争发生的时候 我不会那么无助 但是如果 也有另外一种方向 去让自己好过一点 是什么呢 你就想说 没有啊 因为中国现在强起来了 那他现在去武力的扩张 他并不是要针对台湾 他可能是要去防卫 这个日本啊 美国啊 甚至说 台湾就是有些人在挑衅 所以他们逼不得已 他们才要扩张的 因为用这个方式去想的话 他自己会比较能够避开说 对 所以我其实应该要自己做准备 我可以做些事情改变 可能的会发生的灾难 他觉得往那个方向想 太累太辛苦 而且对他也 也许不那么直观 情感上也无法接受吧 对 所以某些程度解释了 为什么台湾有些人 他会宁愿想象就是说 他们是 其实是要针对日本啊 美国啊 那我们其实 不要小心就好了 对 他们不是针对我们 我们其实是比较接近 我们是一起的 我们不要挑衅 你看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所以这是有保护 他自己心里感受的因子 因为他这样子就不会焦虑 因为他不知道 真的来了 他又该怎么办 或是在情感上 可能没有办法接受 中国对台湾有侵略的意图 的这种想法 对 当然我们当然还是假设说 如果真的发生 像这种大型灾难 战争这种事情 你可以想象这个情境 就是说 我们可能因为 很多人会因为太过震惊 难以接受事情 那比较直观的就是说 你的情绪会受到影响 你会焦虑 你可能会睡不着 你可能会吃不下东西 但是有些人的情绪的反应 其实是用生理的状态来表现 比如说 我想大家可能 多少都有点经历 比如学生时代 如果要准备考试 压力很大之后 会怎样会肚子痛 会小拉肚子 这种情况有时候 更容易发现在 青少年或儿童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可能 对于情绪表达 表现的能力 还没有那么强 他们可能没办法好好的 就是说 我现在身体 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比如说 我感到很燥热 心跳很快 然后冒冷汗 我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是生气吗 我是焦虑吗 他可能不一定能够 完整的表达出他的情绪 那有时候这样的情绪 就会用身体不舒服的反应 比如说 刚刚说胃痛 拉肚子 等等的方式去呈现 这边我其实有一个好奇 就是比较偏心理学相关的问题 所以因为刚刚讲到说 在青少年身上 比较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所以成年人比较不会吗 因为你刚刚说 青少年比较不懂得表达情绪 但我怀疑 比较容易用身心的症状 就是用什么 糟糕 这个词叫 somatic disc的症状 请用中文表达 比较容易用身体的反应的方式出现 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规模的角度来看 但是并不是说 每个人的个体的发生的转换 都不大一样 但我们有个最极端 刚刚可能讲青少年 最极端最极端的 我们讲婴幼儿 他只有一个反应 叫做哭 OK 婴儿就比较可以理解 对 那你就想说 这个东西在发展的过程之中 在从婴幼儿到 这个某的幼儿园 小学的中学 这样慢慢上来 他可能慢慢学会 原来这个是开心 或是这个时候我肚子饿的时候 我可以跟谁说 我肚子饿我想要吃东西 我如果难过的时候 我可以找我的自信 我信任人 然后我跟他讨个抱抱 或是我如果很累 我可以去睡觉 我可以自己控制这件事情 但是有些事情 你可能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之中 也许你没有那么好的去抓到说 原来我有这样的想法 原来我有这样的身体情绪的时候 我可以如何去解决 那个情绪 你就不知道我要如何去归类 那就有可能发生在 就是身体上的不舒服 因为可能就会这样 你就一直肌肉很紧张 你可能就会让你身体不舒服 肌肉酸痛 背痛 胃痛 然后拉肚子 因为身体也在想说 所以是这样子吗 你是不是要去拉一下肚子 因为你可能吃到坏东西 或是你可能是不是在 随时一个准备要打架 要逃跑的状态 所以让你肌肉都很紧 然后你就会有一些这样的状况 如果成年人处在一个 很紧绷的状况下 就也可能会导致 刚讲的身体出现一些状况 不要先说我没有心理师的执照 我只是大学和研究所 都念心理学 相关的东西 好 没关系 我们就闲聊 不要先聊 不要紧张 对 本节目不提供任何诊断跟治疗 好好好 对 我就是好奇啦 因为比如说 刚刚前面萌萌特别讲到说 可能这些身心的症状 会因为战争产生的焦虑啊 或者是日常发生改变啊 而出现了一些身体上面的紧张这样子 那我就蛮好奇 这个事情也怎么运作 对 我刚刚想到 刚刚有一个地方落掉 我没有冲 就是说 其实他们那个想象的情形 比如单一的事件 突发性的 比如说地震那个瞬间啊 或者是恐染呢 也就是一个比较短期的 一个瞬间 那如果是长时间比较 我们想说战争的好了 它比较慢性的 不断持续中 它的这个造成的生性影响 可能就会有另外的方式出现 因为你会一直不断的观察到 比如说现实的残酷 比如说你认识的人 牺牲死亡 然后建筑物的损毁 我觉得这建筑物损毁 我记得我们好像在 很久之前某一集有提到 但是我们在那个时候 是用中正经验堂 这个建筑物来想象 但是你可以想象另一个话 比如说你每一天出门上下班 或者是每天出门的时候 它也就是一个小东西 比如说你家的门口 前面有一个大树 然后你很自然的看到它 每天都会看到它 但你只是突然有一天发现说 我今天出门 我竟然没有看到 我这个日常习惯 每天都会看到的东西 你可能平常没有觉得它那么重要 但等它消失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 就是我心里建构的 一个世界的样貌改变了 就有些小小的东西 其实会让你造成 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你而你没有被发现 那甚至遑论就是说更大的 比如说真的自己的 至亲亲友分离 这种慢慢的造成 后来的这个既定事实 造成人的心态的改变 造成你的情绪 不然长时间的忧郁 或是容易发怒 这个词我们就讲 把这个战争的事实 think in 就是像说渗路 think就像下沉 慢慢沉到你的身体里面 因为你一开始不接受 到后来逼不得已 你要去接受这个现实状态 其实就会造成你一个 长时间的压力 造成你的情绪的改变 讲到日常的改变 就会让我想到说 疫情的时候应该也有类似的情况 因为比如说大家就要隔离 那你本来每天可能是出门上班 还可以跟同事讲讲话 或者是可以离开家里那个环境 但是因为疫情 所以你要关在家里 然后跟本来 其实没有每天24小时相处的人 变成24小时相处 那摩擦就会增加 对所以就是疫情期间 因为就是隔离的关系 就是这个各国的很多研究都指出这个domestic violence 家庭暴力啊 家暴大幅的上升 对就大幅的上升 那当然这种情况 比如说这种特殊的事件 造成慢性的持续性的改变 这种会造成你的情绪会受影响 你的情绪受影响 你的行为也会因此造成改变 当然我们不是说合理化或正当化 比如说家暴这样的行为 只是这样可能会造成 就你可能会因为某些外在事件 成为受害者之后 造成可能某些程度受到伤害 而你也可能会把这样的一个 对你的改变而让你成为家害的 所以战争又是一种创伤事件 可能也会造成这样负面一项 而且我觉得也要补充一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就是 那种心理创伤 你可能受到打击 可能是因为你是当事人 或是你有亲友 至亲好友是当事人 所以呢你会受到冲击 你会心理受到创伤很自然 但是还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是 这有一些少数的观察 有发现就是说 你可能只要听到 甚至只是他人的转述 或是在媒体电视上 看到相关的影片啊等等的 那可能因为大量不断的 重复的经历 你甚至也有可能因为这样子 而达到可能一定程度的 心理创伤 那因为刚刚前面在讲一些 这个创伤后的行为 就是有一个词叫PTSD 但我觉得我们常常听到 但并不是真的很知道 到底指涉是什么样的情况 OK那什么是PTSD呢 中文叫做什么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遭遇到各种就是灾难 或者战争这样的情境的时候 那可能我们会受到心理的创伤 然后我们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创伤事件 会造成你有情绪 你有忧郁 然后你会愤怒 你会紧张等等 有这样的反应其实很正常 你不要因为就是说 啊我有这样的反应 我是不是有所谓的PTSD 我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不尽然 那所以说真的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奇怪 特别就是什么有之前没有的感受 或是让你一场生活都受到影响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找这个相关的心理专业的 去寻求协助 对我们在这边 在这个空中不能帮你做个空诊断 这样 嗯好 我觉得萌萌的意思听起来是说 可能有一些情绪反应 其实都是正常的 也不一定要把所有的情绪反应都并理化 对 这个意思 对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会有一种事情 一直往更糟的情况去想 就是你可能会想说 哎为什么碰到这个事件之后 那我会有这么糟的情绪呢 是不是我哪里做不好 这个事情发生 是不是我哪里做不好 所以发生 那发生之后 你情绪已经很不好了 你有可能会再去责备自己 说我怎么没有办法 让我自己好起来 这样等等的 那你可能就越来越 把自己拉到一个更糟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提醒大家 就是说会有负面的 因为压力事件 灾难啊 战争等等 或各种相关的事件 而有负面的情绪反应 是很正常的 那很正常不是跟你讲 也不是跟你说就是 不用管他 不用管他 就是这样 也不是这样 是说如果真的 因为这样的负面情绪 让你的日常生活 受到影响的话 你还是应该要去寻求 相关医疗的协助 PSD其实讲的是撞伤嘛 那也不只是重大战争啦 可能大家日常 有一些生活上的重大变化 都有可能会遇到 这样子的情况 这样子 对那因为我们一直在谈 如何应对战争情境 那可能前面比较多 是讲急救技巧啦 然后止血包扎外伤 这类的 比较是身体受伤上面的 那身体上的伤痕 可能好像很快速的 可以理解说 啊我手就断了 那我就要处理 那你心里有一些地方破掉 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忽略 我这样讲好像手就断了 比好像就是很没有事 然后那个也很严重 OK 不是当然很严重吗 但我的意思是说 心理这个层面上面 确实是 常常在相关的准备的时候 比较少会去遇到的 那我觉得 一样要回到刚刚一个 一个大家 希望大家知道的一个前提 就是说 大家其实都有在心理上 自我疗愈的能力 那所以不要把 一个负面的情绪 想的太严重 那但如果真的很严重 你要去寻找相关的协助 但是反过来讲 他多点体谅 就是说刚刚学弟提到的 虽然那个例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好 手断掉 你可以直接的跟他讲说 啊对 他是一个受伤的人 他用拐杖 或是他必须要坐 不害坐 或是什么之类的 你不会跟他说 你就站起来就好 你就把长一只手出来就好 你就长一只脚出来就好 你努力站起来就好 你不会这样对他说 努力一点 因为对 因为你就看到他就是 对他就是受伤 所以他没办法这样做 好但反过来 如果心里受伤的人 比如说他可能就是因为 比如犹豫症 或是因为其他原因 比如说他可能 无法离开家门 除了就是在家休息之外 他没办法做其他事情 你就出门就好了 就是你就 你就开心点就好 某主持人说的 这个葛还记得吗 对你就 你就这个乐观的 去面对这个世界就好 对讲的很有道理 你就跟叫一个 断腿的人站起来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差别就是说 因为你没办法 直接在肉眼上 很直接观察到 心里受伤的人 所以你可能要 应对的时候 出于比如说 也许碰到灾难 或是战争之后 也许有相关当事人的时候 记得就是你 你就想说 这里有可能是断手断腿 只是一个 你看不出来 断手断腿的人 在你前面 在跟你说法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 同理的方式去思考 你可能会相对的 要不要了解 如何去跟他做应对 我记得有一些影视作品 其实也有提到 比如说军人上了战场 之后可能回来 身体上面的伤 已经复原了 但心理上的伤 没有办法复原 对因为其实很多 关于这种PTSD 或是广义的 相关的研究 都是被试在 大型的战争 那这些士兵 不管是回国 或是这个发现 为什么他们可能 很多人有一些 共同的症状 然后所以就做出 相关的研究 像其实大家看过 很多美国的战争 也可以很多人 看到这些事情 比如说就是 那个叫做 继承舍司机 taxi driver 糟糕这个是比较老的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总之呢 我只看过韩国的那一部 我们应该不再讲 同一件事情 大家欢迎去看 就是老伯底液落在 应该是1970年代 的 taxi driver 好久 对 我们不提供片源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其实很多 比如说 不然越战二战的 这样子的老兵 那回到自己的社会之中 因为你可以想象到说 他对于 刚刚最前面提到 我们一般在 人在生活之中 会有一个预设的想象 人跟人 我们走路经过 你不用担心说 他会不会突然 转过身来刀通 这是我们一般人的预设值 但如果他经过 战争的情境的话 他的预设值 可能是反过来的 因为他必须要 随时走在路上 他要小心 或有没有拿刀捅他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 他在那个情境之下 可能就会活不下来 或是别人 从后面接近你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反应 对 他如果是已经 建立那样的一个新的 对于日常生活的 预设值之后 他回到正常的 一个社会状态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 会有多不适应 就是他根本没法 走到路上 或是他每一个 所碰到的情境 可能都反而会 让他联想到 过去他在战争时候的情境 所以他可能会 重新会想到说 他在某一个 跟别人擦身过的情境之下 被攻击 或是他的这个同袍 被攻击 被杀害等等 就会和现实的经验 又叠加在一起 所以不断的重复的 回忆创伤的经验 然后会让他 可能越来越严重 或是无法逃离 那样的一个精神状态 这件事情也是 为什么我们之前 不断的提醒大家说 不要在战争的时候 穿军事风格的衣服 也不要去捡枪 等等的 因为可能正在作战的军人们 心里正处在这个 比较紧张的 高压的状态 对的高压的 然后跟日常不同的状态 那你的一些 这个额外的行动 可能就会导致 彼此的冲突跟危险 你不要给他开枪的理由 对一方面是两次 那一方面 他可能真的也不是故意的 对 就你不要制造那个紧张 跟紧迫的状况 好 那我也好奇想要问说 如果遇到战争的时候啊 那可能我们一般会 要怎么维持心理健康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 自救或帮助他人的 心理急救技巧 是前面几场讲座里面 心理师蛮有提到的 对 这心理师提到的 心理师讲的 不是我发明的 因为 其实这个 有一个什么应用上 蛮常会使用的 一个五字卷 我记得在疫情的时候 其实这个五字卷 OK 这个五个字 来慢慢的一个一个来整理 第一个是安 但是安就是安全的那个安 那其实这个安 就是建立安全感 那个好像想象很简单 但是你可以想象 真的去执行的时候 你想说 如果真的是碰到战争的 这种灾难的时候 你要怎么建立安全感 刚刚有讲到就是 为什么我们会感到 焦虑不安全 是因为我发现 我对于我心未知的 这个事物 没有控制的感觉 所以譬如说 好 那你现在要重新建立 一个这个控制感 其实就是把自己 你可以想象 我要去知道说 我要在哪里 讨生如果发生空袭 发生灾难的时候 OK 我知道我可以去哪里 我可以相对的安全 我要知道 有哪里有安全的空间 我事先知道这件事情 那甚至我可以 如果事先知道 那个地方 哪个地方安全的话 我去演练 我就说 我可以两分钟到达 那我可以准备好什么东西 让我在那边可以安全 那这是其一 你可以就建立这样的安全感 或者说组织之间 其实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你可以就是组队 建立这样的一个 这个沟通方式 如果发生灾难 你知道你跟你的知情好友 你不会失联 那你们可能甚至 还有建立一定的分工 谁要负责准备什么 什么要负责准备什么 你们可以在哪里 约定见面的地方集合 你们不会失去联络 当然还有比如说 资讯上的安全 也是刚刚所提到的 你们就建立沟通的管道 不会因为战争停电 停止通讯 就失去联络了 你们还是可以有这样子 互动的这个机会 你不会就因此而断练 而没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感 这些其实就是 我们前面几集有谈的啦 比如说透过居家物资的储备啦 然后对防控避难设施的了解 对于家里附近避难受用 促所的这个演练 那其实就是告诉大家说 去找这些安全的空间 那也建立家人 跟自己之间的安全感嘛 那这样子建立起来 就会让你们在日常 如果有一些变化的时候 是比较可以去接受 比较可以快速得到新的安全感 因为战争伟例好了 在战争发生之前 或是真的发生了 那你都可以有比别人更好的 这个心理调试能力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你有准备 而且真的发生的时候 你知道该怎么做 你不会到时候在慌张 想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那第二个静呢 静是什么意思 静的话就是安静的静 写楼 对安静的静或的静 静止不动的静 心理平静的静 对 一样听起来很简单 就是说维持这个心理上的平静 你避免过度的刺激 这个听起来很简单 要怎么执行呢 那我们要想象成多是 战争或重大灾难的情况下 那一般我们可能 其实在这个碰到这个时候 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会觉得 你没有办法解决 比如说 OK我家都没了 我现在应该要住在哪里 我要怎么办 战争的时候遇到了几乎所有事 可能都不是个人可以解决的啦 也不一定 就可能只是在担心 我手机没电了 有点就是 哦好 但那就是跟日常一样 特殊的情况 可能都没有办法解决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让他去想 就是说 其实日常生活中单也会碰到 就是你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要学习 如何去把这样的一个大的困难 拆解成小 但是可以在实际上 你可以去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你居住的地方 比如说被摧毁 或是被驱赶赶走 要求离开 到了一个新的空间 暂时的住所 你可能会想 那我该怎么办 你没办法解决说 好 那我只好在买另外一栋房子 你不可能当下做那样的事情吗 或是你可以 如果你可以的话 这个部分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烦恼 就不用来烦到安静的希望这个 你可以把它参解成说 好 你所担心的问题其实是什么 我今天要睡在哪里 我今天要住在哪里 你就从你自己能够解决 或是你自己周边的情况用 你们就能够解决问题 一步一步的做好 当下能够处理的事情 你不要用个太大的问题 去把你击倒 对 让你就是可以很平静的 面对这种议题 然后再来就是 安心的讯息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的是说 战争灯大灾难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很多 我们讲谣言 或是没有被核实的讯息 到处在流传 比如说 哇 我们政府投降了 我们已经输了 这个什么 敌人都上岸了 然后什么等等 你要确定就是说 你这些得到的讯息 它是不是正确的 你来源是否可信 一样 你如果自己都怀疑 或是你没有 不确定这是否可信的话 你也不要把这个讯息 再转传给别人 然后你也不要就是 就是像这个 平常的手机网一样 就是24小时不断的在滑 看最近发现什么 马上是没有发现什么 一直在滑手机 你可能要约定自己一个 就是我可能固定要 每一天 或是要隔多久 只能有几个小时 几分钟的时间 要去看相关的讯息 等等的 当然我觉得也要彼此提醒 自己的身份的朋友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 如果你面对压力事件 你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反应 是自然的 并不是你特别的脆弱 或是并不是你的错 然后你可能会遇到这些事情 你可能会有很大的 会有愤怒 会挫折 大家也要记得说 你不要把这一类的情绪 攻击你自己 或是你的亲友 你要知道你的敌人是谁 请把这个情绪 留给这些敌人 OK 我觉得刚某某分享的 这个遇到大的困难的时候 把它拆解成很多小 但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tips可能 大家日常也还蛮实用的 对尤其做专案管理的时候 好的 一个一个解决问题 对 日常的情绪上面的困扰 可能这个指引也蛮有用 对 那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尽量维持自己的生活 作息和规律 当然我并不是说 你有一办法 一定跟之前正常情况的生活 有一样的作息规律 因为工作啊 受到影响啊 出入空间也都受到影响 但是你让自己有一个新的生活的作息和规律 帮助自己建立这个控制感 因为我可以知道说 OK 反正我每天就是八点半起床 我也许我要自己煮水 煮水啊 做食物啊 用很可难的方式生活才能吃东西 但是你就把这个课表给刻好 那我们什么时候 我应该要做什么 让你逐渐掌握对事情的控制 反正我几点就要做什么 我几点就要做什么 我不会空在那想说我怎么办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些什么 而且每一个小事情 都是你自己能够做到的时候 你就会慢慢的 你其实说 对我可以做些事情 改变你自己原本可能只是被动的 受到这个外在冲击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好那第三个字是能 安静 能 对能 好能是什么 能就是增进效能感 我觉得这有些程度跟 效能感是什么 效能感 要解释一下 这个跟刚刚进的有一部分有点像 但我觉得触发力不一样 我们在碰到这些战争或灾难的时候 你可能很容易让自己感觉到说 我是无助的 我对外在的视线 我是完全很渺小的 我跟这世界反而好像是 就是 我只是一个课题 我就被时间的巨轮所拈过 好其实不尽然 我们就是要让你自己重新回到说 你可能只会做一部分的事情 你可能只能做一点小事情 你只有一点点小小的专业 但是你可以make a difference 你可以造成一些小小的改变 总之你可以做很多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算它不是非常伟大的事情 但你只是可以做事情的 比如说如果真的发生灾难 或是正在之前 你可以提前去加入什么 加入很多社区的冰房团队 或者是说如果在发生灾难之后 大家聚在一起 有一个共同的避难空间的话 你们也可以组织分工 去维持这样的一个团体生活 然后共同改善这个环境 一样的 刚刚讲的 事前你也可以先早就做好 说我有什么样的应变计划 让我真的是 我也有操练过 我有做技能上 物质上的准备 这样的话你也知道说 如果发生灾难 我有能力 我不能够完全避免灾难的发生 但是我能够知道说 如果当这些战争来临的时候 我有事情可以做 我不用到那个时候 再去想我该怎么办 所以你会有那种效能感 我有能力 但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你也不要就说 哇我想我太强了 如果这个解放军打过来的话 我一个人可以干掉 一百万个这个解放军 你不用帮自己设定 不合理的期待 三个都不行吧 对 每一个人在自己所谓位置 做好自己能力符合的事情就好了 对所以你就设定目标 不要设定的超过 你自己可能达成的 一样跟刚刚前面讲 也有点像 建立一些小小 有希望达成的目标 然后你就可以 慢慢慢慢的去完成 包括事前赞钱的准备 就我们是常到教大家讲 你要准备什么 你要去学什么 你要去干嘛 OK不是叫你明天 马上就把这些事情 全部都做好 你可能慢慢从什么 从认识我家附近的 风光避难设施 那再来再做多一点 也许是我可以去采买一些 准备避难的物资 那再多一些 你可以参加一些 民房团队的课程等等 慢慢慢慢一点点的去做 不是让你一次 那么有压力的完成 就用小点小点的 慢慢做累积成功的经验 就帮助你 我这个人是有用的 增加你自己的效率 就具体的去做一些事情 这样子 对 那不要只是闷闷说 反正这件事情这么多 这么麻烦 然后反正我就 没办法达成 我干脆不要做 就是避免这种事情 避免那种比较负面的 心态出现 安静能细 细就是联系的细 对联系的细 那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就是人毕竟 还是一个群居的动物 你在战争的时候 你可能很有可能 会跟周边人 失去联络方式 所以在战前 想慢慢跟你知情好友 做好 请及应变的计划 这样你们不会 彼此不会事件 你们可以聚在一起 组队的时候 比较容易生存 请参考公民行动指南的 复路2 里面有相关的 我具体的复路2 业马多少多少 对 很具体的复路2上面 可以让大家填写 大家亲友的联络 应该有都看过那些灾难片 不知道组队才活下来 但有些队友 不要乱找 对不起 总之人多 你当然可以避免 就是你可能有些事情 自己一个人是做不到的 你可能确实 不要让他生存 而且群居动物 你可能确实 要跟比较多人去互动 你才能够做到 刚刚前面所提到一些 维持你自我效能感的事情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 很重要 就是说 那刚刚前面提到一点像 就是大家可能在这样压力 轻轻撒 都会有些负面情绪 但是你要做的是 把这些负面情绪 留给敌人 留给真的造成这件事情的人 如果中国打过来 那是中国的问题 并不是说 我们的挑衅 或者说我们 自己个人的问题 所以也要不利于 在这个时候 跟你自己的知情好友 表达你们的关爱很支持 其实人跟人之间的联系 也是在重大灾难的时候 很重要的 或是像前面讲的 这种建立经友支持网络 可能还有一个重点是 如果有些人 你就是放心不下的 可能会造成你 情绪上有很多 比如说 也许你家人 跟你住在不同城市 那你联络不上 你就会心理上有很多压力 也许你们不一定是 物理上的相聚 但是 somehow 如果你们有一个 能够在战时 或是在灾难发生时 还可以联系的关道 而且你们事前的约定好 那或许 这就是可以减轻 你这样会面心理 可能会重大压力的 一个事件发生 那最后一个是 望 希望的望 对 安静能希望望 希望的望 所以这个也是告诉大家 就是你要保持对未来的希望 但是重要是你要重视当下 我这起听起来 都很这个什么正能量 但是我觉得这很重要 就是面对这个题目 我们需要先抱持着这个想法 即使是碰到这个巨大的变化 你还是要适时的给予自我肯定 然后还要给他很肯定 然后去寻找 就是即使是在很痛苦的环境下 还是能够让你比较开心 你能够肯定自己的小事情 这个当然很讲抽象 我觉得你可以参考 刚刚前面安静能细的一些小事情 帮自己设定小目标 然后达成 然后耶 我达到 我做到了这样子 我觉得最后一个比较正能量 前面蛮具体的啦 真的喔 前面不是正能量吗 我自己觉得很正能量 没关系 我今天就是要正能量 你今天是正能量担当 对 还有就是 也跟刚刚前面都有提到 我觉得也都类似啊 就是 我们不要特别去想想说 战争结束 战争会不会结束 什么时候结束啊 等等 不要给自己就是做一些 你没有办法这么强 控制感的一个 对未来的想象 但你可以反过来想说 那你要想象的是 当和平到来的时候 你可以做些什么 你想做些什么 想要去哪里 那你也可以在现在 就是提前为这件事情 做一些准备 比如说 我到时候想要去登山 那你可以帮自己做一些 体能的训练 或者是学一些计划的规划 等等的 虽然你不能够执行 但你有一些事情在准备 你有增加自己的效能感 你有增加自己的控制感 就是说 我有些事情是能够做的 那所以当你有越多 对于这种 也许在之前就有计划 在灾难发生的时候 你也有早就做到准备 你有更多的 对这个灾难的控制感 你不再那么的彷徨 害怕的时候 对于这种未知失误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我可以 怎么应对这种情绪 如果减少的话 其实我不会说 你就不害怕战争了 但是我会说 就是你减少了 当真正灾难来临的时候 你的那个心理冲击了 因为你知道 你不能够阻止战争的发生 但是你能够减少 它对你造成的冲击 你就不用那么有压力 前面其实 我觉得整个听起来 在讲的事情 是大家可以一步一步去做 可以做的事情 包括建立亲友之间的联系 等等的 对那因为 我好像有听到说 有一些国外的灾难指引里面 会建议民众 要建立自己的命运伙伴 对这次听起来很酷炫 那其实我觉得 有点像是打游戏组队啦 或者是日常生活中 每个人本来就有 不同擅长的事情 那其实大家团结起来 就比较有可能完成 眼前的难关这样子 我们这一系列的情绪 现在到第八集了 所以我们从 不管介绍啊 我们现在战争 可能会碰到一些 什么样特殊的事情 然后教大家 如果准备物资 如何寻求避难的路线啊 方式啊 然后接上去找防灾事 来帮我们分享一些 相关的课程 今天我们就花了 比较多时间 谈到我们在碰到灾难 或是战争 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做一些 心理相关的调试 如何保护自己 让自己有更好的 心理的这个状态 去应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 也可以分享给 除了自己之外 你们觉得如果有用的话 我觉得可以分享给 自己周边的亲朋好友 我觉得不只是 战争的时候用得到 平常对 很多时候 你什么时候 你会发现 就是说 对安庆的希望 很多在疫情的时候 日常生活中 大家都说明都是一个 这个可以好用的小工具 欢迎跟亲朋好友们 分享 我觉得把大问题 才解成小小可以做到的事情 这个tips还蛮好 对 算是很实用 对 PM会用得到 各种 日常生活中的 情绪状况 可能也会用得到 是 对 那我们聊了 自我防护啦 然后也聊了 避难物资啦 聊了房灾等等的 该不会今天 明方关我什么事啊 来到结束了吧 没有我们下一个是 明方关我什么物 对不起 这个千万不要剪掉 让大家知道 某某多难笑 不要把我放在开头 太丢脸 放你剪在开头 好了 节目刚开始有提到 一般其实就是 叫大家什么碰到战争啊 都是叫大家如何活下来嘛 那我们除了活下来之外 我们也希望 大家能够好好的活下来 情绪上有得到支持 而且一样我们强调说 碰到这种战争 身为公民 你不是只是消极被动的 哦 那我就自己活下来就好 这个事情很重要 但我们更希望 能够讲的是说 你还可以更积极的 做些什么 你让自己活下来之后 你可以做些什么 维持社会的技能运作 保护我们的社会任性 让台湾有更强的力量 抵抗入侵者 就你能够做的 其实很多 你保护好自己 你可以做更多 保护整个社会和国家 提高敌人入侵的成本 让一开始的敌人 就甚至可能不会发动攻击 保持我们的和平这样 所以听起来 从公民行动 变成更积极一点的作为 接下来要往积极的方向去了吗 对了 我们过去很积极 现在未来要更积极 对 所以下一集开始 我们会来谈一下 那你身为公民 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参与 不然你是要前线 或是你是要主力当坦 还是你要当魔法师输出 还是你是要帮忙补血的 你可以用不同的技能 来协助我们 对抗我们的敌人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继续关注我们 明方关我什么事 对我们接下来 还会是明方关我什么事 那接下来就会谈到 更积极一点的行动 这样子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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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